那么多宝佛塔 它有很多的名称 其实宝圣佛 也就是多宝如来 宝圣佛 高王观世音真经里面就有 你们常常念 但是你不知道 它就是多宝如来 宝圣佛 宝圣佛就是多宝如来 它的伟大在哪一个地方 它跟释迦摩尼佛是平起平坐 它比释迦摩尼佛还早成佛 更早成佛 多宝佛塔里面 有时候只有一尊多宝如来 有时候有两尊 奇怪两尊佛坐在一起很少有 因为多宝如来 它坐的旁边还有一个座位 就是释迦摩尼佛 这是很特殊的现象 因为释迦摩尼佛在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这个多宝如来 出现它的宝塔出现在西空之中 发大声音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妙法莲华经》 是真实的经典 也就是这一部经 就是属于真实的佛说的真实的经典 也就是说 凡是有人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这一尊多宝佛都会出现 《妙法莲华经》的时候